接着带您看到 堪称是番茄界绿宝石的虎番茄 虎是琥珀的虎 这是2017年 业者从日本引进的番茄品种 经过检测发现 它的茄红素是牛番茄的三倍 看准送礼商机 去年底到现在已经热销3000公斤 未来还希望能回销日本市场 进军国际 就是这一颗琥珀颜色的番茄 乍看之下以为是橄榄 番茄外表带点绿色纹路 以及老虎斑纹 小小一颗虎番茄 外表没有红色 但经过检测 却发现茄红素是牛番茄的三倍 想要进去采番茄可不容易 必须先洗手 穿上塑胶脚套以及防护衣 才可以进得去 坐上高空车 可以扭看厂区 采用荷兰温室滴罐方式种植 根部采用进口椰子壳作为介质 让番茄藤蔓自然生长 慢慢成熟慢慢转 所以我们就要慢慢采 所以它的采收的方式 就跟荷兰系统的那种串番茄是不一样 有别于其他番茄采收方式 虎番茄必须耗费三倍人工采收 业者表示 这种虎番茄品种 在日本当地市场已经成熟 这次引进 希望站稳台湾 外销国际 成为新的出口产业项目 这个如果在政府的推动之下 可以变成一个产业 而且可以突破 非易生产点的这些条件的话 我们能销售出去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 客观合理运作的发展出口项目 闪亮亮的虎番茄可以生吃 还可以加入香菇以及香料加热 做成无水番茄汁 这次业者引进日本品种虎番茄 先从台湾市场试水温 未来期盼政府能够带领台湾果农 进军国际